西方式学史 新政治史学派以 宾夕法尼尔皮斯堡和威斯康辛大学为基地 取得了不少成就 与传统的政治史相比 其心理之处 除用计量方法以外 跟特徒的史 他把行为科学的理论 引入历史学 为此新政治史又常被称为行为历史学家 新政治史学派所驱立的政治行为模式 以下两种最为著名 第一是政治重新组合模式 这是由凯一最早提出 1905年凯一在临界选举论意诸中 选举结果做出趋势分析 区分了不同性质的选举 一种是长期而缓慢的稳定性选举 另一种是短期而激励的不稳定选举 提出了政治研究变化中的临界选举论和重要时期论 在凯一看来 明镜